然後我帶了一個石頭 從那個台灣帶來 然後要放在上面 剛剛跟這個英國阿嬤 我們兩個大媽 我們兩個哭在一起 去湘湧 然後我們抱在那個鐵石枝架下面 因為他是說他的小 他的小孩子啊 早上我點了這一杯 就濃縮咖啡一架雞酒 就裡面可能雞酒可能是白蘭蒂 還是什麼之類的 他叫Galakil 還蠻好喝的 只是說他比較小杯一點點 他是在喝巧 不是在喝醜吧 昨天就睡這一間啊 他們人都蠻親切的 出發吧 大家早 我是你男朋友太累 然後剛剛從庇護署就出來嘛 因為剛剛早上有吃早餐 然後喝了蝦 他們就是推薦的就是Galakil 就是濃縮咖啡 加上了一個雞酒 白蘭蒂什麼之類的 蠻好喝的 而且蠻提振精神的 然後想跟大家講 就是昨天就是很鬧的故事 就是我到庇護署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我不是第一件事 就是洗澡然後洗衣服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在那個房間裡面 就是在玩手機 然後他們就是跟我說 就說哎呀下雨了 趕快把衣服收起來 我就衝出去 我想說 還好啊 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什麼下雨 然後就嘛 我就稍微睡覺一下 然後 當我起來的時候 衣服全濕掉了 整頂衣都沾沾沾 然後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晚上 我就跟他晒一晒一整個晚上 我就跟他晒在室內 有一個晒一架 然後你知道怎樣嗎 然後早上說 又人給我拿出去 我的衣服又再淋第二次 於是到底想怎麼樣 我就問 所以我早上在那邊用了一個衣服 那邊最煩 好啦 那出發吧 Go 果然早上 果然早餐有喝了 那嘎拉休這有差 是這樣講嗎 亂講 好啦 走了 有看到嗎 前面就是鐵十字山了 就是 放一堆石頭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呢 他們都會就是把 在家鄉買了一塊石頭 然後就來這邊 然後放在那個十字架上面 代表著說 你所有的煩惱 然後所有的牽掛 然後你所顧慮的東西 會在這一刻 然後得到了釋放 現在看到這就是鐵十字架啦 它的高度差不多有五六層樓高 其實來這邊就性情有點複雜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實在 就是2022年 這是個盛年 所以它就是很多的 墜色都會在今年都會被赦免掉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帶了 帶了一些東西 然後來想要放在這邊 然後我帶了一個石頭 從那個 台灣帶來 然後要放在上面 剛剛跟這個 那個 英國阿嬤 我們兩個大媽 我們兩個哭在一起 就是 很難過 因為他是說 他以前就是在七年前 要來這邊 然後跟他的小孩 然後因為 小朋友就是因為 反正出了一些事情 我就不好問了 然後他自己也帶一個石頭 他已經來過兩次 走吧 去放在前面 鐵十字架吧 這是從花戀來的石頭 媽 如果你有聽見的話 我們就一起來走 CAMINO囉 愛你 英國大媽說 之前這邊可以 其實可以進去 然後客廂已經縫起來了 他說他叫我趕快就是進來這邊稍微看一下 就是剛剛就是在這邊啊 然後就跟英國大媽兩個就是 就是很感常 因為他哭 然後我自己也就滿想哭的 他說 他就跟我講 他說就是 也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常態就是這樣子 人生就是這樣子 也沒有辦法 然後 他就問了我說 那為什麼我也想要過來這邊 然後我就把我的初衷跟他說 我說我在台灣就是 其實有帶一個石頭 因為大家都會帶一個石頭 然後我就會來到這邊 然後把一些 剛剛跟你說過的一些東西 把它放下來 我帶著石頭其實也是帶著我媽的那些 帶她的 事實上的一些煩惱 雖然就是說我前年的時候已經有去徒步環島 已經許過院 可是我覺得 不嫌多啦 然後我這次又帶了 他那個石頭對我意義的也是蠻好的 因為那時候在醫院的時候 我媽就跟我說 那個把石頭是在了一個花蓮拿來的 他說要給我 我那時候一直覺得嫌棄 他覺得說那個太大了 我說我到底要幹嘛 沒有想到 人世間所有的東西都是有安排過的 只是說軌跡是不一樣的 他一定會就是輪迴到 你一定要做 什麼時候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 我今天真的很荒謬 怎麼會 就是會蠻難過的 你看看那邊應該覺得很荒謬 反正就 那個心中的那種複雜度是 是不知道怎麼說 好啦 希望你們應該了解我 我心中那個複雜的感覺 好啦 先這樣子 只是說在這路途當中 想愛的人 想說的話 想做的事 你就趕快給我去做 不要到最後面後悔 那來不及了 真的是來不及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那個 英國大媽我們兩個就是 兩個就是相擁 然後我們抱在那個鐵十字架下面 因為他是說他的小 他的小孩子啊 就是反正就是 因為離世 好啦 我不想講啦 就是好荒謬喔 就先這樣啦 現在走到一半啦 然後前面有一個蠻知名的一個庇護所 他其實是可以住人的 只是說他裡面的環境比較沒有那麼的厲害 只是說這些都是自發性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你有看到台灣國旗嗎 走 我看到了 走 去看一下 好 去看一下 剛才連續下坡啊 然後就看到一個小鎮啊 還蠻漂亮的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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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啊 然後看到一個這個房子 這房子好像魔戒的喔 你知道嗎 像魔戒裡面會出來的那種 那種房子 超酷的 很可愛耶 而且它上面是石板耶 跟我們這個台灣原住民一樣 就是用上面是一片一片的石板 這個小鎮很特別耶 很像童話故事裡面的 也很像魔戒裡面的那個小鎮 漂亮耶 你們大家不覺得嗎 因為它都是一二樓 一二樓而已 然後二樓都是木材做的 然後它的 它的這個牆壁都是屬於就是用 石頭用的 現在走的這段 這段超爛泥的耶 剛才差點跌倒 下爛 這城市也太美了吧 這今天住的upgate 這是它的大廳 10歐 今天住10歐 這是我今天住的庇護所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這是庇護所 它的這個 最下面 地下一層樓 然後有洗衣服的這個 然後曬在這邊 還不錯 還蠻香的 因為它這個就是 怎樣都香 它的床都是木頭的 所以聞得出來 木頭的一些味道 它的廚房 蠻可愛的 好啦 我今天就是到這邊就休息 今天只有走19到20K左右 然後 今天我為什麼會想來這邊 就停留 因為它這邊 剛剛我跟妳看那個橋 真是很漂亮 而且它在這邊那個橋啊 就是它下面水又很清澈 想要晚一點就去玩一下水好了 好啦 今天一天就到這邊為止啦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